俄媒平川席会,根本分歧仍在冒暂停火不会持久,12月1日的中美首脑会议上,北京已多方让步,换取了90天,暂停贸易战升级的时间,但俄媒指美中有关贸易问题的根本分歧仍在贸易战暂缓的时间不会长广告。 根据白宫12月1日当晚发表的声明,北京承诺从美国购买大量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管控,此前大举输送美国的毒品,重新考虑高通收购案等。 作为交换,美方同意将2019年1月1日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提高税率的计划,搁置90天不过。 在这90天内,中方必须与美方开始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对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等问题展开谈判。 如果届时不能达成协议,美方将重启关税升级计划俄罗斯独立报12月2日分析称川习会协议,并不是一个突破。 中美之间在贸易政策方面的根本分歧仍然存在,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一方已准备放弃自己的立场。 报道引述俄罗斯国力高等经济学院教授波尔坦斯基,阿兰斯·布兰斯基,的分析指中美这次暂缓贸易战升级还无法变成永久性休战。 毕竟在之前,中美双方也曾达成过短暂协议之后,又很快转向对抗波尔坦斯基称,中美之间的根本分歧不仅是贸易逆差,而是美方要遏制中共的野心。 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显示北京依然不会放弃称霸世界的目标。 波尔坦斯基指出贸易冲突,是一个看得见的战场,中美贸易战暂缓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事实上十几年来,中共正在利用不公平的贸易,拖垮美国经济同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不断对外扩张其压倒美国,统治世界的野心已经张显无疑。 这已经对西方自由社会形成致命的威胁,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而川普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从这美国经济正式对中共拖垮美国的反击。 同时作为西方国家的龙头,美国也担负起了遏制中共威胁的重任,并得到了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响应。 外界认为只要中共体制不变美中长期对抗,已不可逆转。 虽然其间有可能出现一些技术性再缓。